好的 田同 我们首先来总结一下 今天早上所举行的这个平行论坛当中 重点讨论的是气候变化问题 刚刚片子当中也提到了部分内容 我继续做一个补充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在这次平行论坛当中 有不少的美方的一些前官员 是通过线上方式出席了这个论坛 刚刚片子当中提到了 美国的即将就任的总统拜登 是任命了前国务卿克里 担任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的特事 另外还有一个任命 大家也关注的比较多 就是美国的能源部部长 目前拜登提名的是 格林霍姆将会任命 这两个人都是有过处理 气候变化问题的经验的 所以说美方的嘉宾 包括大部分的嘉宾都认为说 美方现在的这样一个任命 其实从这个任命本身就反映出了 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要积极地去处理气候变化问题 这位特朗普政府是不同的 另外美方的嘉宾 还重点谈到的一个部分是在说 虽然说特朗普政府在过去 是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 这个国际公约 但是其实从州政府层面 以及地方政府企业 这些层面来看的时候 其实企业对于各界 对于这个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 还是非常高的 同时也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 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所以说这方面 大家都期待拜登就任之后 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 与中方展开合作 这是今天早上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 一个平行论坛的一个总结 而在今天下午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青年峰会 今天在青年峰会的话 是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要进行的是青年圆桌论坛 这个论坛当中 请到的是诸多的变手 而这个最关注的是一些 比较关注的话题 几个部分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通过一些攒钱的方式 能不能够实现财政的改善 还有就是说包括婚礼 要不要设置一个有效期等等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这些议题和话题 大家也非常期待 各位嘉宾能够就这些青年人 非常关注的议题方面 能够阐明他们的观点 也为大家指明更多的一个方向 而在之后要进行的是 一个青年的主旨演讲 在这个部分的话 主题是一个 我眼中的未来十年 这样的一个形式 大家期待青年人 对于未来的展望是怎样的 而这一环节请到的嘉宾 就包括朗朗 还有威亚等等 大家非常期待 他们能够有一些新的观点 亮给大家 我们在前方也会带来 相关的信息 听通 好的 感谢维维的介绍 字幕志愿者 杨栗